明轩宗朱瞻基在位期间 有着哪些开创性的举措 其幼子朱祁镇即位后 谁又将成为大明皇朝真正的掌舵人 敬请关注国史通鉴明清时代 上部第九集正统秩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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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内书堂是专门教小宦官读书 根据我的研究 应该是从永乐年间开始 就在宫中教小宦官读书了 但到了宣的年间 正式成立内书堂 形成一种极致 这就像我不断地说到的那样 中国古代的官制和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制度 开始都是以权宜的方式出现 后来是由权宜到定制 内阁是这样 内书堂也是这样 那么内书堂是把宫中 特别是在私立建服务的 一些年幼而又聪明的小官官 把它召集在一起 集中进行教育 集中读书读什么 读三字经 读千字文 然后接下来读四书 读五经 那么老师是谁来教 老师是汉林院的 修传 编修 四读 四讲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这种教师的配备 是明朝外庭的最高学府 国子间都比不上 那么培养出来干什么 培养出来 绝大部分送入到私立建 部分又送到内书房 内书房是后来私立建的一个下属机构 但是他直接对皇帝负责的 干什么 专门接受在京官员的奏障 而且直达欲潜 所以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内庭宦官的知识化 造成内庭有许多宦官和文官一样 接受了传统的道德的教育 所以我同时在这里也跟诸位交流 我们一说到明朝的宦官 一说到明朝的私立建 一说到私立建和内阁对比基要 我们就把私立建和内阁 看成对立的两个衙门 实际上他们是对立统一的 他们更多的是协调的 是合作的 他们共同为皇帝服务的 而且他们有共同的教育的基础 都是从读圣仙道理开始的 而且天顺以后 形成了非汉林不如内阁的惯例 所以内阁的大学士 常常是私立建太监的老师 他们之间有私生之仪 所以他们合作是常态 他们的对抗是一种义态 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内阁的出现 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宣德皇帝是个文艺青年 他非常爱好艺术 他的绘画 他的书法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而且对于艺术品 特别有鉴赏力 所以这个时候江西景德镇的玉瑶厂 生产了一种青瓜池 可以说是明代青瓜池的代表作之一 宣词也随着郑河下西洋 和以后的海外交往 传入到世界各国 宣扬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明宣宗朱瞻基自身在诗词书画方面也极有造诣 修养深厚精与汉末 同时也引领了一代艺术风潮 使得宣德年间的画家达到龙胜 可谓人才济济 当然由此我们也要说到 宣宗尽管遵循他父亲的愚愿 继续在收缩 但是最后一次巡视黑龙江 最后一次镇和下西洋 仍然是在宣德年间派出的 所以在一个东北 一个东南 两大举措 史料记载都是七次 巡视黑龙江是七次 镇和下西洋是七次 到宣德八年 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镇和死在了印度 在这后面的65年 葡萄牙的航海家打加码 带着三条船来到了印度 所以我有的时候 跟朋友开玩笑 如果镇和下西洋顺延65年 或者是打加码 往前推前65年 两支船队 一支万人船队 一支180来人船队 在印度会合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是镇和下西洋派一支小分队 谁做打加码 绕过浩王角到葡萄牙 还是打加码 谁做镇和下西洋的队伍 来到北京建宣德皇帝 还是双方富有交流 如果是这样那才好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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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西皇帝 只做了九个月还不到的皇帝 他毕竟活到了四十八岁 宣德皇帝虽然做了十年的皇帝 三十八岁就去世了 真正意义上的阴阴早逝 那么他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继位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阴中皇帝 阴中皇帝继位以后 改了一个年号 他的年号叫正统 这里和朋友做个交流 宣德皇帝去世 是在宣德十年的真怨 宣德十年后面的日子 仍然叫宣德十年 但是在位的 已经是阴中了 阴中皇帝他在天顺八年的 正月去世 但是后面的天顺八年 仍然叫天顺八年 而皇帝却成为城卦皇帝 所以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关于帝王在位和年后的关系 不要搞乱了 阴中的名字叫朱祁正 他出生在宣德二年的十一月 有意思的是 他的立为皇太子 是宣德三年的三月 也就是四个月就被立为皇太子 这个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确实太着急了 朱祁正的母亲 是宣德皇帝的贵妃 叫孙贵妃 那时候宣德皇帝还有皇后 皇后暂时还没有生小孩 所以赶快把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 这明明就是要夺皇后的位 为了使这个太子的位置更耿固 所以宣德皇帝 是孙皇后 孙皇后就是后来的殷宗皇帝 朱祁正的母亲 朱祁正即位的时候啊 是八岁 但是如果我们按周岁算 只有七岁零几个月 明朝从太祖到建文皇帝 到太宗到仁宗到宣宗 他们都是亲自议政 亲自上朝的 上完朝以后 要和大臣一起讨论公务 往往是从早上讨论到中午 中午吃了饭以后继续讨论 所以说皇帝是个辛苦皇 殷宗皇帝八岁继位 你要他怎么讨论事情 所以当时的内阁学士 山阳他们就定了一个制度 定了个什么制度啊 说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 美治日鼎 十不黄霞 就是他们早上临朝的时候 一直到太阳当头 饭度没时间吃 唯于达世聪 以来天下之言 殷宗以右聪其位 三阁老 杨龙等 律圣体一卷 所谓的三阁老 杨龙 杨士奇 还有一个杨浦三位 所以号称内阁三阳 因创全治 每一早朝 只许延四八件事 早朝的时候 只许延八件事 前一日先以附封以阁下 阁下是哪里 到内阁 欲以阁世处分成上 内阁先把这八件事 如何处置的意见写上 欲咒 只依所成 传子而已 私立间的宦官 传子 形成这么一种 上朝的制度 这种上朝制度 一直到殷宗亲政 才加以改变 位置 这种下朝的制度 在外面 中的地方 和内阁 三阪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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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会成为大明皇朝的实际掌控者 他又有着怎样的政治智慧 赢得了怎样的政治声望呢 说到英宗皇帝 我们很多朋友对他 包括对他这个时代都很有看法 但是我坦率地说 如果没有发生土木之变 郑董还是个不错的时代 特别是正统的前妻 前妻真正主政者是谁 是英宗皇帝的祖母 宣宗皇帝的母亲 伦宗皇帝的皇后 那就是张皇后 伦宗皇帝时期他是张皇后 宣宗皇帝时期他是太后 到英宗时期他是太皇太后 张氏家里出生平安 可以说家里面没有太大的背景 但是这个张皇后 却显示出过人的裁判 和非同一般的贤惠 而在陈祖永乐年间 他是太子妃 丈夫尽管立为太子 但这个太子的位置并不稳定 而且非常凶险 这一个张氏是以他的美貌 以他的贤惠 以他对公公婆婆的 需要谈问卵 获得他的公公婆婆的关系 乃至可以说 在某种意义上看到他的面子 明成主才不好对他的长子下手 所以民间有一种说法 说娶了一个好太太 是可以管三代人的 这个张皇后恰恰是这样 她不但维护好了自己的丈夫 还帮助自己的儿子决策事务 所以轮宗做皇帝的时候 很多事情的决策 是告诉他的太太妻子 而宣德皇帝做皇帝的时候 因为少年得志 好胜孙 经常狂妄 经常得到母亲的提醒 宣宗也是非常孝顺他的母亲的 朝中的大事都是和母亲商量 那么这样一来 殷宗继位 听政的 主长朝政的 并不是太后 不是他的母亲孙太后 而是他的祖母 太皇太后张氏 大家说孙太后高兴吗 当然不高兴 所以孙太后长泱泱 经常不痛快 不但是因为这件事不痛快 更是因为 尽管胡皇后退位了 但是在宣的年间 每当后宫聚会 张太后都要把退位的胡皇后 位置放在现任的皇后 孙皇后之前 这就是她做人的道理 要给这个退位的儿媳 一个安慰 一个弥补 那么大家说孙后 不高兴怎么办 反抗 不好反抗 什么原因 太皇太后 极危所在 而且这个孙皇后 十岁进宫开始 就是由张皇后带大的 所以他们之间 有抚养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由母女之情 把胡皇后放在孙皇后的前面 实际上也是觉得 对自己的女儿 是可以慢待一点 对别人的女孩子 这个被退位的皇后 已经够委屈了 还要给她一点安慰 她是这样办事的 说到这里 我还想起 郑统年间 一个非常著名的宽官 但是她的住民 不像郑和夏夕阳 由于她的功业而住民 而是因为她专权 因为她干坏事而住民 此人名叫王正 所以大家对正统 印象是不好的 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这是在《明史记事本》里头的 《明史记事本》里头写到 说《明史记事本》以后 太官太后召见古宫大臣 然后当作他们的面 把王正换出来 换出来干什么 立即让王正跪下 然后让龚羽 把刀架在王正的脖子上 立身进行训斥 说皇帝年少 岂之此辈 获人家国 我听皇帝即驻大臣代政 此后不可令甘国事业 因中立即跪下 请求宽戴王正 然后瑞阁山阳 然后英国公张府 然后礼部尚书 而且曾经很长时间 见过户部尚书的胡银 彤彤彤跪下为王正求情 我当年读到这条史料的时候 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明史记事本》 是从郑德嘉靖年纪的笔记里头 看到的这一段记载 于是写在这本书里 但是根据我的分析 太皇太后故意演戏 严格古宫大臣看 告诉他们 我是多么信任你们 瑞庭的宦官 我一定严加管辖 一定不让他们 干预你们对国家大事的处理 那么由于张皇后有本事 能够处理国家大事 所以就拍马屁的 就希望让他垂帘听政 这就是挖坑 太祖高皇帝 祖姓是不允许外戚 吹天听政 所以张皇后明确指出 穆坏祖宗法 你不要让我破坏祖宗的宗法 帝西把一切不及乎 时时蓄地向学 伟认古宫 他干的是这件事 什么事 把所有的一切不及之物 比如说 宣宗皇帝又派了很多 宦官到外面采买 统统收回来 这就是不及之物 当务之急是什么 当务之急是助学 让皇帝好好地学习 当务之急 是我要委任好的大臣 来共同帮助皇帝 管理好国家 等到自己百年的时候 大明可以顺利地过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皇后她所依靠的古宫是哪些 一共五个人 所以这五位又被当时称为顾命之臣 哪五位 第一个是英国公张福 这个张福 我们已经多次谈过了 他是晋难功臣张玉的儿子 又是重大的功臣 所以明史是这样说的 福翻四字交子 前后建之俊义 即真是一传一定 归化圣辈 这个人不但能打仗 而且地方治理也很有一套 府还一年而立反 遣将讨之 武功 所以张福在红夕年间 在宣的年间 在正统年间 威望是非常高点 张福的作用是什么 张福的作用是作为军中首脑 安定 安定 军队 所以有张福在整个军队就稳定了 这是张太后的这个用人之道 第二位叫胡盈 这个胡盈也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胡盈呢 它是千万万年的进士 明成组的时候 他曾经肩负着明成组的重要任务 常年在国内到处寻访 寻访谁 寻访建文帝的中纪 当时是七品的官 然后十年以后做礼部四郎 就是正三品了 作为看这一下提了多少起 什么原因 因为他很好地完成了 明成组交给他的任务 在各地 把有关建文帝的信息 以及各地的民情 各地的民意 各地发生的变故 向明成组报告 其中最重要的是永乐二十一年 明成组朱棣正在出兵 进行第四次北法 当时的军队驻扎在宣布 抵达沙里 胡盈连夜求见 成组立即接见 就在新宫里面接见他 等到胡盈出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军城二人 谈了两到三个时辰 谈什么 一定是谈建文帝的终极 谈了这次以后 建文帝对于明成组来说 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到底建文帝的心中怎样 胡盈没有向任何人投资 正是因为胡盈的这一类的功劳 包括他对民情 他对民意 特别地忍受 而且有自己的治国的一套方略 所以后来做到礼部尚书 不但做礼部尚书 而且奸掌户部 成为两部尚书了 所以由胡盈作为古工大臣 六部七亲就稳定了 没有人比他的资格更好 然后是依靠三阳 哪三阳 杨世奇 杨龙和杨普 大家说原来的内阁是七个人 对 七个人最先离开的是胡盈 然后第二离开的是谢静 谢静走了以后 就是胡广领先 所以我们看明氏录 看各种史料 开始是叫赤 谢静等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是赤 胡广等 什么什么什么 因此当时的明朝的内阁 是五个人 三位跟着明城主 金云北方 并且北伐 一个是胡广 一个是杨龙 还有一个就是金幼直 当时主要的赵令 主要的工作是由胡广主持 但是碰到宜兰决策 经常是杨龙的主义被大家所接受 而金幼直他主要是书写口语 据传在马背上都可以非常快捷地 把明城主的口语把它记下来 所以各有长处 那么在南京辅佐太子里是黄怀和杨士奇 但是两个人经常也被人诬陷 黄怀下狱十年 一直到伦中继位才把它放出来 杨士奇因为善于应对 善于窝旋 下狱以后不久就出来了 所以在建国的过程中 辅导太子里主要是杨士奇 孔熙年间 杨士奇由于长期辅佐太子 所谓南京 建国南京 所以提拔为什么 提拔为兵部尚书 兼华盖殿大学士 这就是郑二平 然后是杨龙 是公部尚书兼锦森殿大学士 诸位交流一个 以后明朝的内阁的首府 一般的官衔 都是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华盖殿大学士 就是首府 然后赤府 就是户部尚书 兼锦森殿大学士 锦森殿大学士 就是赤府 那么杨士奇和杨龙上去了 郑二平 后来做到绍宝 来自绍师 那就是崇义品 冷南兼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用固咎 是历代君主的一个惯例 那么伦宗也用了固咎 宣宗也用了固咎 都让他们录阁 但是没待多久就出去了 留下来的一个叫杨浦 所以从宣德的后期 到正统的前期 都是山羊在内阁 人们所说的山羊就这样来 杨龙我们曾经说到过 他是福建人 福建建案人 在内阁里头 也是最有组建 最有断绝 最有才干的一个 当时的记载说杨龙是谋而能断 我们国史同建说隋唐的时候 说到唐朝的名相 是前有房杜 房玄龙能谋 杜楼会散断 让我们说到后友 姚宋 是姚崇 宋锦 那么杨龙的身上 就包含着黄玄龙和杜鲁慧 三重气质 他既能谋 又能断 而且又有姚崇的风采 姚崇什么风采 姚崇能够办事 但是性格豪阔 不受蝙蝠 所以经常有小辫子给人家抓 有人向陈主告状 说建议把杨龙放到国子间去做祭酒 陈主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我也觉得 他做这个祭酒毫无问题 关键内阁这一摊子是 你们给我推荐一个 能够替补他的人 说五固之其可 地球带龙子 有谁可以期待他 有谁对边境形势 对边境的优劣 像他这么了解 有谁能够在关键时期 帮助我出谋划策 既善谋而能断 没有 没有就是他嘛 所以杨龙一直从永乐年间到正统年间都是内阁的中间力量 那么杨谱不这么著名 但是杨谱也有他的作用 作用是怎么呢 他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 他自己绝对清廉 不受任何的礼物 不但折几言 而且折有也言 但是折有言 他会说得别人很舒服 说自直连进 无臣服 为人非常低调 大家对他很放心 所以他在山羊里头 他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当然 山羊里面起着作用最大的 是另外一位 杨士奇 那么杨士奇 在山羊的政治里头 特别是宏西宣德正统里头 他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他和另外二阳一起 对后来出现的新的势力 他们是如何应对 明朝的正统年间 在太皇太后去世以后 他又如何发生了 不同的走向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